你怎么打人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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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她刚下飞机 时差没倒过来 她脑子可能有一些乱 你脑子才有问题呢 我这人还在德国呢 绯闻就已经传过来了 郑奇你要是有别人了 你就直说 你知不知道追我的人 能把你家踏平了 你竟然还在外面胡搞 你敢去不吃 你敢去吧 我儿子 你敢去吧 你敢去呢 你敢去吗 我敢去 我敢去 你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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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小林 谢谢你啊 你身材跟我未婚妻身材差不多 她这会儿正在德国拍片 但是她们要试样衣 所以只能临时找你来帮忙了 这有什么的呀 我一个新人 之前给你们添了那么多麻烦 以后再有这种小事 随时吩咐我啊 好 小林 以后你就跟她们一样 叫我齐哥 齐哥 好 咱们再试最后一套红色的 就行了啊 咱得赶紧走 要不然你英姐又该发飙了 我还没见过英姐发脾气呢 那是啊 英姐多喜欢你啊 就樊总偶尔不靠谱的时候 英姐都敢对她吼 反正你就慢慢看吧 试那袋红的 来 小姐 谁是林子余 小姐 谁是林子余 思思 你怎么了 陈姐又出事了吗 你跟我说吧 我是负责人 谁是林子余 站出来 敢做就敢当 这是干什么样 您好 我是林子余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怎么打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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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她刚下飞机 时差没倒过来 她脑子可能有些乱 你脑子才有问题呢 我这人还在德国呢 绯闻就已经传过来了 郑奇你要是有别人了 你就直说 你知不知道追我的人 能把你家踏平了 你竟然还在外面胡搞 你瞎说什么呢 你还不承认什么 我给你看 我这微信里 早就有人跟我通风报信了 说你跟这个林子余 早就同居了 你先别激动啊 郑奇什么人我知道 你这样 我看看谁造造谣 说林 你哪里眼睛看见 郑奇和林子余同居了 我 我听她说的 我听她说的 是她说的 我听她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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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y 我她说的 她 我听她说的 她 她说的 我我听她说的 我我听她说的 我听她说的 那天我 看到郑奇和林子余在试婚纱 谁知道就传成这样了 对不起 季余 你不要冒险 季余 你对不起啊 你不是故意的 季余 这都是误会 我 我也不冒险 季余 真对不起 阿姨也不是故意的 他们都那么说 季余 到我这儿 就不应该继续再用下船了 都怪我嘴怪 我没事 月盈姐 你们去忙吧 我说了我不怪你们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吗 对不起啊 这事是我错的 樊总 你是不是跟我有仇 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我是她在意的 你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不知人间疾苦的天之骄子 永远只顾自己痛快 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 你是不是觉得太阳 都是围着你转的 上次西梦瑶的事 这次无中生有的事 每次都是这样 打个巴掌给个田草 打个巴掌给个田草 你有没有把我当作 跟你同等的人再对待啊 像你这样的人 再优秀我都不会 有一点点羡慕 我真的是太蠢了 我还觉得 他说不定有什么隐情呢 在我知道 你为了上位 不惜牺牲掉 自己师父的事 我就该离你远一点 对不起 这事是我错了 我一定会给你 一个满意的打算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